來了之後 剛剛是第一天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到了第五天 我上台北工作的時候 晚上突然我太太就很難過的跟我講說 我已經把月少給開除掉 說這幾天有告訴她應該要一些 比如說泡奶的一些正常的方式 然後這個月少是用100度的熱水去沖牛奶的錢 這是不對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月少是用100度的熱水去沖牛奶的錢 來了之後 剛剛是第一天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到了第五天 我上台北工作的時候 晚上突然我太太就很難過的跟我講說 我已經把月少給開除掉 說這幾天有告訴她應該要一些 比如說泡奶的一些正常的方式 然後沒想到這個月少是用100度的熱水去沖牛奶的錢 這是不對的 本來有請月少 但後來發現一些事情 就是月少的行為 出現一些不太適合的狀況 我記得我們是在醫院待了四天五天回家 那回家之後就是 因為我爹胎其實也是在請月少在家裡一個月服務 然後 本來事實上是有一些月子中心來談贊助 就說我們去月子中心 可是第一個 因為第一個我做不清楚 然後第二個大的其實也媽媽要離開一個月的話 月母也覺得頂不住 所以他們就還是選擇用原來的方式 來了之後剛開始第一天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原則上我都是讓太太跟月母去跟月少溝通 那但是到了第五天我上台北工作的時候 晚上突然我太太就很難過的跟我講說 我已經把月少給開除掉 就是說這幾天有告訴她應該要一些 比如說泡奶的一些正常的方式 然後沒想到這個月少是用100度的熱水去沖牛奶的錢 這是不對的 他說我先100度泡著 然後我再等他涼 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不可以這樣 因為你溫度100度的話 發裡面的一些好菌都會殺死 所以就會有一些角度是不一樣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沒有仔細留意到這個狀況 可是後來他跟我講說他不想要請月少 然後也特想要自己帶 我說好那我也同意 正好那個時候我就是從二寶出生到現在 都算是比較要空閒的時間 所以我回來就是幫忙佔夜班 就是讓太太去帶大的小的 我就來完全佔夜少就對了 其實因為我第一胎的時候沒有 第一胎那時候那時候在內地拍戲 沒有帶到所謂的 比如說剛出生這個月 或者是在強保時期最最艱難的時候 這次碰到的時候就發現就是為母則強